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中国主坛掀起了反腐行动在进来的各种大雨接连落网 让很多球迷看到了中国主坛天亮的希望 比如说前段时间首先是李铁程序员落网 那么在后续近日包括王小平黄松的那些人士也都接连被查 而在最新通报的消息里面包括余虹成和董真这两个人也已经是被带走了 所以对于各位球迷来说也看到了我们官方反腐的决心 那么在其他的情况下就在最新尤其是随着余虹成被带走之后 很多球迷还非常关注着前主席主席蔡振华的一些整体情况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其实各位球迷之所以说重新把焦点放在了这个62岁前主席主席的身上 主要是因为余虹成和他有了一些变化 有一些关系 毕竟余虹成在此前金元足球时期是我们主席的副主席 也曾经立下过汉马功劳 尤其金元足球在当年能够取得这么好的发展 也确实要归功于余虹成和蔡振华的一个金牌搭档 所以余虹成能够有今天蔡振华在这其中出了不少力 他一直重用他提拔他认可他的能力 所以余虹成在现在才能够成为田径协会的一把手 所以随着余虹成这次出世之后 蔡振华的整体的一些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此前可能大家听到了李玄这个足球棒的主任辟谣之后 认为蔡振华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这一次随着余虹成被抓之后 蔡振华自然也成为了重视之地 那么确实也是一个挺困扰的一个事情的 而且除了余虹成之外 就在最近包括我们看到了整个世界拼谈 还传来了涉及62场仪式打假球的一个数据 这是一个国外权威机构发布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蔡振华的昔日爱徒刘国梁呢 也是受到了一些球迷的质疑 当然目前来看呢 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刘国梁呢 有任何的问题 他最近呢还出席了我们国平的活动 所以各位球迷的话 不要听信的一些所谓被查 或者说被抓走的谣言 只是这样一来可能对于蔡振华来说呢 又多了一层烦恼了 毕竟的话最近自己身边的这些人呢 都接二连三受到一些质疑 或者说接二连三的被查等等 对于蔡振华来说的话 本身即便是自己是一清二白呢 也会面临着非常多的一些纷扰 那么确实对一个老人家来说 是一个挺头痛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也希望呢 不管是球迷还是媒体 都不要太多去干扰蔡振华 这些已经退休的人员 那么人家只是想安心享受晚年 就不要给别人呢 平天烦恼了 不过另外一方面的话 接下来呢 随着余红成他们这八个人落网之后呢 有一点消息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呢将会争取呢 能够带着立功 在后续揪出更多的大鱼的话 他们或许就能够重新发落 所以据这点考虑之下 我们也相信呢 余红成他们被抓走之后啊 不如是结局 接下来相信整个中国足残 中国足协反腐 还会有更大的突破 而且李玄呢 也在社交平台当中啊 透露了最新消息说 接下来的话 程序员才拿到哪了 认为他不是最高级别的大鱼 也意味着还会有更多的收获 我们也期待着官方调查组 能够继续发力 加油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